接下来要请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既然今年兔年金兔年资金配置上面 要首选电子股 电子股大家应该多买一点的话 老师还有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特别看好哪几档电子股 我在封关这十几天 我刚好以前我19年前写了一个价值分析 我就把价值分析的这些个股 把它有量的股票慢慢的一支一支 做他的贬义比股价进制比殖利率的一个筛选 那因为电子股 我是从电子股开始慢慢的去把它弄 那因为我们知道我来这个节目的话 台积电有28年的上市机位 那我现在选的这三档的话 大概都是28年到27年26年的 非常长线的个股 而且他们的不管贬义比殖利率跟股价进制 上市完以后都是正的 那很不容易 那我是用长线的AK线图 那你看到这个2347通路这个连强 连强是唯一我推荐三支股票 里面没有串历史新高的 那它气人的营收还成长 可是因为它气人获利 你看到这边9块多嘛 那一般来讲我们不要只看今年嘛 不要只看今年要看今年 因为股价会得是因为大家预估它今年可能 大概砍了一半左右 所以股价就开始从这边开始做回档 那同路股来讲 这支股票是比较稳的个股 而且以它现在的贬义比来讲 比它28年来的贬义比都来得低 所以如果说除了台积电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好几次 有些相对的好股票 我们认为它现在的股价已经缓弹上来 如果说你认为它这个贬义的获利都还不错 而且我已经把它筛选过 它28年来都是不管获利配股配息都不错 那在低档的话大家如果股票你很难选的话 可以考虑这一支2347的莲强 就是我们有这一支 其实我帮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莲强去年是香港跟印尼的业务大成长 那公司也说虽然大家就是外界 不是特别看好2023年莲强今年的成长性 但是公司说他们今年会利拼持平 或者是微幅小幅的成长 但我想就像杜老师讲的 他的其实配息一直都配得很好 我认识一位电视台的小企划 好年纪很轻 他就是纯联强 他跟我说其实这几年来 配息配6到7%他挺满意的 所以每个人的资金状况跟风险属性不一样 然后也希望我们观众朋友找到 属于适合自己的投资标的 他记得现金股利5块钱 所以这是第一档连强 然后第二档自贸这业绩很好 对 而且他还串历史新高 另外一讲话 他还有跟电动车扯到一些关系 另外一讲话 我们今年很多公司的EPS 都会比器人来降低 这一支没有 这一支器人的话 你看他 我这边估的器人是EPS 这里面的话是14块多 今年大概唯有这个 这个里面 你看到他的股价也是高高在上 大盘再跌的话 他也没有 这一支股票也是一样 上市二十几年 他的获利都是正的 这是我大概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就认为这支股票 如果说你在做长投的话 应该理论上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很多公司 今年要找到比器人来的成长 或是小衰退的 这个大概都是今年一个好的标的 其实自贸业绩的成长性 跟订单的透明度还蛮强的 就我的理解是 他去年的营收市成长了25% 很强 那公司也认为今年在手的订单 双位数的成长 他们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这家公司呢 我个人认为其实成长性很高 只是这个股价位阶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 比较高一点 比较高一点 不过这个还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那第三档呢 瑞玉 其实我们录影当下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半导体类股都很强 对没有错 这一支股票以前挂牌的话 我们就很喜欢 它是两只螃蟹 很热爪 两只螃蟹的一个东西 而且以前他以前有一个老板叫 陈进勋 我们那时候最有名 那他这一个也是一样 串新高嘛 而且你看到他 七年赚三十几块 股价还比台积电来得高 因为台积电到688 他还到621 快要到这个位置 那因为他今年 可能股那个一撇时会大幅修正 大概跌了40%嘛 所以股价已经大幅修正 那如果以他 七年的获利31块 以目前来讲 三百多块本一笔在十倍左右嘛 所以他其实今年虽然说 获利已经大幅衰退 而且外资已经跟他调平等 他股价才会有这么大的修正 我们买股价有时候是 你高高在上 有的是说 你已经股价被修正了嘛 那你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而且他26年来 27年来的 获利也都是正的 所以我在用这个 所谓中长期历史评斌话 我认为这支股票 如果以基北面来讲 他应该没有问题 剩下就是你买的价格 那价格的话 现在已经做修正了嘛 所以如果说在适当的时机 大家认为这个大盘 我一直认为 今天大盘是来回做了 那相对 你就可以把它 拿到你的显古的标的 对 其实瑞宇也特别提到就是 因为现在 就之前啊 很多的外资 对于瑞宇纪念的成长性 是打上了问号 但是瑞宇有特别强调 他们非常有信心 今年大概第一季到第二季之间 他们的业绩就会见底了 就会见底 然后往上翻 跟台积电一样 对 跟台积电一样 所以我想 其实台湾很多半逃底公司 都蛮值得做一些长线的布局 好 我们赶快来进入 今天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元宵节 根据最新的统计 其实呢 最近这15年来 台股确实是存在着 所谓的元宵节的行情 因为呢 就元宵节之后的10天 10个交易日 台股上涨的机率高达87% 那么元宵节之后的后20个交易日 台股上涨的机率也是高达73% 所以老师按照这个表格的逻辑跟理论 去走的话 2月5号 就是这个礼拜天是元宵节 极有可能台股会涨过元宵节之后也 老师觉得有没有可能 不是 那个 大家有一个统计的谬误 因为我们这一波是13年前的3955涨到现在 所以你这个统计资料15人 这个做的 15人当然一定涨的机率高 因为我们7人才 13年完以后7人才第1人 今年是第15人 所以统计资料一定会说 涨的机率很高 那这个是没有错 多头市场以前 大概我们延宵的话 中国人有一个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1月3号是最低 有没有现在万事开始涨到现在已经 15000多点涨1500点 那其实我们22年前民国89年 我们宫关到延宵的话也是涨1500点 11年前也是涨1500点 现在11年后又是涨1500点 很奇怪哦 有这么巧吗 就是我去把它分析出来 26年前也是 11年前也是 今年到现在已经涨15000多了 因为你从12月29号的13981涨到今天 也是1500点 这个是没有错 延宵都会有 那我们现在再来分析这个东西 就是说多头领跟空头领 大家看这个统计资料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